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谈一谈为什么中国的公知比较多这个问题 现在的公知已经成为国家老鼠 一场新冠疫情像一个照耀镜彻底照出了公知们丑恶的嘴脸 2020年是公知集体沦陷之年 那么公知都是写什么人 当公知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公知会很有市场 为什么公知的话那么多人爱听且听我慢慢分析 公知原意是指公共知识分子 是指在某个领域有比较权威话语权的人 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分子 这样的公知才是大家需要的公知 现在的公知一般指的那些贵美甜美又软无病的公知 这样的公知是害群之马 是国家和人民的毒瘤 当然公知各国都有 也不是我们国家的特产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中国人口基础大 按照万分之一的比例 人数也很可观 那么公知都是写什么人呢 第一类就是恨我党 就是自认为自己的家庭曾遭受过不公 这些人的家庭或长辈或亲友有因为参加过违法活动受过处置的 有的是贪官污吏 违法乱纪遭受过处理的 甚至拆迁 邻里矛盾等等产生的矛盾 这些人呢就把这些矛盾都看成是社会 国家政府对他个人和家庭的打压 所以对政府呢怀恨在心 不失时机 想方设法地 抹黑政府 第二种呢是牧羊犬 就是指被西方成功洗脑 深受西方的影响 觉得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 水比中国田 草比中国绿 有的是早年到过西方国家 自认为呢自己是度过金的 是见过世面的 自认为高人一等 于是呢就大力夸奖西方世界的美好 虽然脸还是中国脸 但是心毒了 眼邪了 脑残了 嘴大了 胆肥了 钻钉阴暗处 在国内呢到处晒西方的防华 在国外呢 晒国内的阴暗面 到处放口屁 第三种呢 自认为自己在某方面 有独到的见解 为了流量 大方爵死 动不动就西方政治制度如何科学 西方经济如何发达 甘当西方媒体的传身图 那么这些公知有什么目的呢 订阅我了解更多国内热点新闻 无非就是两个 第一个呢就是谢思愤 这些人自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私欲 第二个呢 就是为了名和利 公知的言语 在网上自称一排 比较吸引眼球 有了流量就可以出书 接广告 还可以受到国外主子的恩赐 所以说公知呢 是最容易出名的 那么为什么现在的公知比较多呢 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 网络空间给了他们生存的机会 没有网络 就没有人听他们的声音 就是他们想放臭屁 那也只能自己闻 现在有一部手机 就可以把他的观点传到世界各地 成本低容易上手 第二个原因就是 自由过了火 要是真像那些公知所污蔑的 没有自由的话 那么他们的臭屁是怎么放出来的呢 恰恰相反 就是因为给他们的自由太多了 他们才敢满嘴跑火车到处放屁 只是因为自己放臭屁 放了太多 把自己都熏成烤乳猪了 才觉得国外的空气都是甜的 第三种呢 是国内有忠实的观众 现实生活中呢 也有不少人认为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把生活工作中的各种矛盾 都归结为政府国家 还有一些人呢 天生软骨 羡慕西方发达国家 中国跟西方经历不一样的发展斗路 非要拿建国几十年的中国 与建国一两百年的发达国家相比 还拿全世界跟中国相比 声称中国连圆珠 圆珠比的比心也造不出来 跟美国比飞机 跟荷兰比光刻机 某某国家实行免费医疗免费教育 国内这一大批宠阳媚外 就成为公知的忠实粉丝 他们声称中国要想发展 就必须走西方的道路 拜西方为师 这般贵族贵久了 站不起来了 第四个呢 就是有国外的访华势力帮忙 公知呢 也不是一夜之间 就能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当然需要长时间的培养 和提供土壤和资金 如果只靠国内公知自带狗粮 那么公知也成不了气候 必须要离应外河 与国外访华势力狼狈为奸 才能行奉做到 第五个呢 就是国内的主流媒介 对意识形态宣传不多 我们总认为事实胜于雄变 不用在网络上大力宣传 我们做的如何好 结果就给了这帮公知 可乘之机 像张维为 这就是中国这样的主旋律节目 太少了 这就跟种庄稼一样 一块地 如果不种庄稼 那肯定野草疯涨 公知的言论呢 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中国有十几亿人 改革发展难免触及部分人的利益 造成一些矛盾 公知拿着这些放大镜 整天在寻找放大这些矛盾 国外的一些发达国家 几十年前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 发达国家经济好 也不代表他们的政治制度 发展道路都是最好的 公知呢 把经济发达 与制度先进等同起来 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迷惑性 没想到呢 人算不如天算呢 一场新冠疫情 把一贯标榜民主 自由 人权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打出了原形 露出了猙獰的面目 公知梦的天堂 瞬间崩塌 公知们 属于你们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不要再丢人现眼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收看 欢迎关注与转发